歡迎收看 一開始我們先問一下王醫師 真的人常處在潮濕的環境 會比較容易生病嗎 還是出什麼樣的問題 它對免疫的影響 不是那麼的明確 但基本上當濕氣重的時候 一個重點是 所以基本上夏天 如果你有灑水的話 你會去幹嘛 對 可是當你濕度低的時候 所以以前的觀念說 當你的皮膚的循環 如果比較差的話 所以我們有個 什麼風濕的問題的話 其實你長期待在那種什麼 比較陰暗的地窖的話 對骨頭一定會有影響 小龍女 所以那個 不會讓你增加一夾子的功力 會讓你平倒的風濕性關節 對 沒有大問題 那再過來 在室的環境下 其實會有一些 對 那這時候不是因為你免疫力不好 是你外面的大菌太強了 你看你怎麼知道 天氣冷的時候 然後 那濕發器會讓這些 外面的支撐人變多之後 相對一下我們的 抵抗力相對的 也就變得比較差 濕這個字 如果在家裡有沒有可能 另外一些疾病會出現 我說一個很有趣的案例好了 那台灣最嚴重最嚴重一次 因為發霉造成的 最嚴重的致命事件 那是很久以前的 因為那一家子 他們家住的地方相對潮濕 然後所以他們家的那個 就發霉了 那米發霉了 他也覺得還好 反正如果還沒有很明顯 洗一洗就好了 洗一洗就把它吃了 就這樣子連續 可能吃了發霉的米兩週之後 陸續 因為他們那個時候 就有檢查才發現 原因是因為呢 他們那個米的那個霉菌 不是一般霉菌 就是我們叫做 黃麴 所以它才是讓黃麴毒素 而且那一次他們驗出來 就好像黃麴毒素 裡面有一個B1型 才特別的型 那個濃度非常高 所以導致呢 為什麼裡面的 有些肝臟出問題 有些後來死掉的都有 所以大家不要想 獅有什麼關係 因為獅會讓你的周圍長霉 包括你的食物 而食物長霉 來看看家中士大大媽媽 困擾大集合有哪些 第一個困擾是什麼呢 很潮耶 而且鼻子過敏的人會特別 像我家是住在文山區 文山區呢就是一半是 後面是山 前面是景美溪 對 所以它的那個潮濕程度 是跟基隆海邊有得比的 然後偏偏像我就是一個 鼻子過敏的人 所以我只要就是天氣變化 我就是早上就起床之後 我就是在噴嚏聲 然後還有那個 好不舒服喔 用鼻子包餛飩中度過 我的早餐時光 就我記得印象最深刻是 有一年過年 然後大掃除 不是都會整理家裡面 然後我都已經 因為我知道我鼻子過敏 所以我已經戴口罩了 結果我還是因為那個粉塵 然後還有 因為我家潮濕會有臂癌 就清那個臂癌的時候 會有那個黴菌飄散 就咳到我真的是 替淚縱橫去醫院 然後他就去醫院檢查的時候 他就說你還 結果他還在 年夜班那一天 我去掛了急診回家之後 因為真的太不舒服了 我就爬了幾口年夜班之後 我就說算了 我還是回房間睡覺好了 然後又發燒胃汗 然後穿著一個大外套 這個時候 還聽到客廳傳來的那個聲音 就是 就是那個看過年節目 還有什麼 對啦 那聲音 天啊 我怎麼那麼可憐 我自己人在房間裡面 而且很濕的時候 會覺得怎麼穿都不冷 對 這很冷 也超冷的 而且年貝會變得很重 對 壓著 而且都冰冰的對不對 對啊 其實這些症狀有關兩種 那大部分來說是跟過敏有關 一般我們做調查就知道 其實黃醫師就知道 在台灣過敏的小孩 跟過敏的人 那你就知道 跟潮汁有關的 那個 這三個 這是狗毛 貓毛 在潮汁的情況下 更容易長出一些 潮 所以這些都跟潮汁有關 不過喬喬媽 我要稍微澄清一點 我家也住文山區 文山區你有那麼多潮濕 你要會挑對 向陽光 對 南北坐向通風 我知道 看房子的時候 丟一塊麵包在那邊 然後過三天再去看 這也太可怕了吧 發霉了啦 對 被處處進去 你就可以吧 對 到那個房子 其實我也是跟你很像 因為我之前住那個 大湖山莊 我跟妳講 也很濕啊 我剛回來 因為我們的家 的確是後面是有一個 很像一個 就是它是不通風的 然後又很陰暗 我在那邊 就是每天流鼻水 然後 之前的健保 不是有A B C D E 蓋髒的那種是不是 我已經開 蓋到 F 不只有G還是I 就是已經很誇張 那麼多卡 那個通常是老病號耶 對啊 老兵來了 很久就是那個 我一回到台灣 我每一天一直就是吃藥 吃藥吃到 我每天就流鼻水 然後我常常跟我媽說 如果我可能死了 很多樹都可以活 因為我每天就是 就是衛生物 我很怕我到幫主衛生物 一直浪費衛生物 真的 很可怕 然後那個時候 嚴重到鼻鬥炎 然後我 甚至免疫系統全部壞掉 因為我已經吃了 就每一年都吃很多藥 然後這還要是類固醇 那我本來不覺得 是防止的問題 我一直覺得好像是我 可能我身體不好 對 但因為一個因緣巧合 我就搬出去了 不是不住那邊了 然後我身體今天就變好了 那邊真的很 真的潮溪 所以我覺得潮溼 真的是差好多 但是後來離開那個家之後 真的這個幸運大開了 他好像真... 他真的 你今天是 你今天是 我今天是要起到真的 一張就對了 不是 我覺得其實也藉由這個 讓大家知道說獅 你看剛剛講過敏的 你有沒有聽過我們常常醫生跟說 跟病人說 如果你有過敏 氣管 你去游泳很好 因為游泳可以吸一些濕的空氣 怎麼這個裸直 一放到家裡面 就不通 所以你就知道那個疾病是間接的 對 是那個一些黴菌 剛剛講塵膜 這些東西造成你的疾病 但是如果像我們到一個地方 沒有麵包屑 沒有濕度劑 我們怎麼樣可以測出 我們自己的家裡 或者是我們現在去的這個地方 它到底濕氣有多重 其實濕度劑還是最安全的 對 最準的 但是譬如說我如果在家的話 我沒有那麼每一間都有濕度劑的話 我通常會在我們家 因為我們家的毛巾是用完 馬上洗乾淨 然後烘乾折起來的 那其實我去摸毛巾 就知道說 今天可能太潮溼要除濕 對 但是這個其實不是那麼準確 還是用濕度劑 因為太便宜了 可是你要稍微注意一點事情 對 它的濕度劑是代表是那個地方 對 反正那個地方 應該是你們家最乾燥的 所以你要放在 如果有濕度劑 要放在你們家最潮溼的地方 但是我們家最潮溼的地方 到底乾不乾 因為有時候乾的地方 乾著很乾 那你放過的地方去說 搞不好這地方真的很乾 其他地方呢 你的衣櫃 你的名牌包 你的好的衣服那邊 搞不好這個就很濕 而且因為廚師 都在那個地方 所以那附近最乾就對了 所以如果你的廚師機 都告訴你 他已經七八十了 表示你可能太久沒廚師 對 我有發現 其實有過敏體質的女生 都特別漂亮 現在來不及了啦 我最近濕疹很嚴重喔 你要不要看 我內褲這裡醫學都是內褲 沒有 進去 我只是為了QC你而已 我剛才正想說 我也覺得你癢癢 是不是 對啊 我沒有油脾氣了 是不是 對 但我們全家是真的有公平品質 是真的 所以我們也是早上起床 就大大小小 爸媽也在咳嗽 小孩也在流鼻涕 這個好辛苦 但最重要的是 明明是輕微感冒而已 但我女兒每次輕微感冒 就會引發 然後就會整得像熊貓一樣 但是是紅色的熊貓 但所以我們就會買 很多台的廚師機 那就算在客廳呢 沒有進到房間 我們也會開房間的 就知道讓他廚師 知道我們要進去那個空間 然後每天回家 我們都一定會倒一桶水 但就覺得很奇怪 那每天早上起床 依舊 都沒有解決 是嗎 其實如果你不在家 真的不要開廚師機 因為滿多那個案例 就是 除濕機在家是爆炸的 然後就是引起火災的 對 所以如果你不在家 真的不要開廚師機 因為這種案例很多 而且政府它又不斷的在公告 有一些你要趕快送回去 再度的檢驗的 好像就扣插得到那個機器 對 其實如果你真的要出門 你要開廚師機的話 我倒是建議用中央空調來控制 就是冷氣機 對 冷氣機的話 它其實沒有這樣子的案例 所以你可以 就是你開一下這個冷氣 那它一樣有廚師的 就是它有廚師的那個功能 你就開那一個 對 其實廚師機你要用的時候 一定要做一個動作 然後呢 然後 一定要放在房子的正中央 周邊不要堆東西 然後那個濾網 一定要長長的清乾淨 因為有時候 它這個濾網太髒了 那事實上也會發生一些危險的 然後廚師機的上面 不要再覆蓋任何的東西 這個一定要做到 然後你買的時候 除了那個 之前有一些廠牌之外 其實現在中央標準局 有一個 標誌的 我覺得那個是一定要注意 那如果你要開廚師機的時候 水盆都要倒掉 然後 不然會吸到馬桶的水 我正要問 就是因為我每次常常 就是在潮溼的地方 那個棉被都很濕 所以我一直很想要開廚師機 然後放一碗水 因為廚師機是真的會把人體的 那個吸走嗎 對...會怕這個 所以他們都是要放一個 或者是絲毛巾 但我也不懂 到底這樣子是 就怕得起 然後拍一整夜 出第二天 然後揍紋就很多 對... 我懂 對... 這怎麼辦 因為呢 事實上皮膚科醫生認為說 真的假設你開廚師機 然後你沒有設定 它的廚師的濕度 這是一個重點 因為有些人 有些比較好的廚師機 你是可以設定 它的相對濕度到哪裡的 所以它只是 太濕的時候它啟動 一定時間它就會關掉 這樣是OK的 可是如果說你那種廚師機 是無限制塑乾型的 當它到50%以下的時候 確實有些人皮膚 所以如果你本來就是一個 乾燥的皮膚的 或者是有些像 異位性皮膚炎小孩 它本來就很乾的 那你又把它拖很乾 它可能就開始會 有些搔癢 凸穴這些症狀出現 所以通常他們的用法是說 你可以在家裡 就幾種方法 第一個就是說 被子呢 就是什麼叫回家之前先除濕 現在有很多是可以遙控的 你知道嗎 現在超強的 就是你要進門前 大概設定兩個小時 或什麼開始讓它濕 然後第二個是可以 設定標準值的 它到某個濕度 它就停的 那第三個是 棉被這種東西呢 用除濕機真的就太傷了 其實用烘焙機 對 烘焙機真的 可以控一下 其實一般來說 我們人體最適合的那個濕度 大概說五十到六十 那七十到八十 就剛才我們提到這些 過敏原 自生原 就大概七十八十就對了 那如果說你的脖筋包 好的東西 要照顧好的話 它的 四十左右 對 四十左右 它的那個皮料 比較不容易出現一些 變質的狀況 所以按照 但是在濕的情況下 人體的皮膚你就覺得很乾 對 這是我們叫補充水分 所以要按照不同的狀況 做不同的調整 廚師是為了殺塵蠻黴菌 不是為了殺人 對 所以請你 當你要殺塵蠻黴菌 像剛剛肅清講的 你要回家之前 或者是你人在家 那個房間 你愛儲多滴就儲多滴 但當你人在裡面睡覺的時候 你就設一個你舒服 塵蠻不要活太好就好 但是你不可能殺得死它 因為那個濕度是不一樣的 對 所以人在的時候 通常我都會設六十左右 對 然後人不在的時候 比如說不在那個房間 我就給它開到底 第二個重點就是 既然我要開到底 我就要能夠越快越好 所以像王醫師 他房間大概有二十坪的話 他就需要一個很大開的 對 我還是你房間好大 對啊 重點就是說 你弄一個小台的 你要除到美國幾年 對 當然我們他老師說 你又不能在家 不在家的時候放 你在家的時間就那麼短 然後你要它除到底 其實我們家就只有一台 超大的 反正就很快把它解決掉 把我要的那個濕度到底 然後第三個就是 剛才講說 譬如說你家裡有一些包什麼的 如果你真的沒有辦法 因為你總不能那個包 每天都在除濕 對 那可能你有一個好的除濕櫃 或者是你買一些好的 什麼樣的一個空間讓它放 不然的話 有時候用循環的方式 那個 現在那種 清淨機或電扇就不耗電 對 不像除濕機這麼耗電 對 可以省一些電費 達到差不多的效果 對 如果真的麻煩 就把搏機包送到我家 我幫你住 是啊 這也是有辦法了 我們全家人其實都還滿嚴重 都有過敏科 然後有一次我去花室的時候 就看到有一盆虎尾藍 上面它插著一個標籤寫說 淨化空氣 它要說 胡偉藍它其實 會釋放大量的氛離子 然後會吸附一些空氣中的塵蠻 所以就是 而且美國NASA 它有認證說胡偉藍 它其實是一種很天然的 空氣清淨機 NASA管那麼圓 那叫胡偉藍 還是老闆說的 這個就是胡偉藍喔 對 就把它擺在家裡 淨化空氣 看了也心曠神怡 然後另外 她到我去寫胡偉藍 就覺得很藍 妳就講說胡偉藍 就很想把這個賣出去就可以了 然後我就想說 好 那我要撈一盆回家 然後老闆就跟我說 有另外一種植物叫龜背竹 然後龜背竹呢 它的 這個是龜背竹 然後這個也很常見的 它的葉片很大 然後它其實可以吸附一些 空氣中的水氣 然後它也可以吸附一些 髒空氣這樣子 擺了一陣子我就覺得 好像搭配那個 傳統的空氣清淨機 這樣子一陣子下來 我覺得大概好像 比較少在過嘛 其實我們大自然界 有很多植物喔 剛才其實我去上網查 什麼什麼非洲茉莉啊 真的像什麼仙人掌 那種多肉植物 它本身都會把空氣中什麼 甲醛啊 一氧化碳啊 它都可以 有吸收的功能 它讓空氣真的 可以吸收這些有害物質 所以有些辦公室 你真的擺一些那種 小盆栽的話 有的是仙人掌 對...它是有幫助 但是對濕氣的調節 基本上不太能夠 而且很多的植物 它本身都需要水 對 如果你知道 所以基本上它是會 讓你的環境中的濕度 其實反而維持在比較高的 所以它是有淨化過 會不會就是它需要水 然後就把環境中的那個水 就都吸過來 它從根濕水 從根濕水 從葉子飛上都是 你的醫生不能聊天的喔 奇怪喔 但是本來有時候 比較擔心是什麼 是因為如果沒有 好好的去打掃它 它反而變成另外一類堆 沉堆什麼的過分 真的 而且你有沒有想過 植物晚上行的 叫呼吸作用 是的 所以你人不在家的時候 它在製造清新空氣 你人回家的時候 它在跟你講空氣 對耶 對 都沒想到 像我以前其實鼻子 沒有太大的問題 但不知道為什麼今年 就每... 只要天氣一潮濕 就是下雨的時候 我起來就開始 真的鼻涕超多 然後很濃 然後有一天我去我朋友家 他家更濕 他家在象山上面 然後我去他家 就一直這樣 眼睛也開始揉 然後流鼻水 我就覺得好不舒服 我就跟我朋友說 然後他說 沒關係 我有秘密武器 他就拿出一個那個 就是75%的酒精 然後噴他們家的牆上 然後開電扇吹 然後那個時間 我去上廁所 然後我上完廁所出來 就會好像感覺 真的有一種 空氣比較乾燥的感覺 如果我們喝酒都 我們體內也很乾燥了 黃麗姐妳是酒鬼喔 妳是用酒酒精喔 妳 黃醫生 妳酒精 又可以殺菌 妳朋友 常常吸這個平常很香香的 我朋友酒後面滿多的 所以其實不大可能是不是 這孩子一想也知道不可能 真的 酒精碰碗 你真的覺得神經氣爽 那是吸毒作用嗎 沒有 就酒精碰碗你就覺得 空氣很清新 然後就沒有細菌 還是塵滿之類的 真的喔 那酒精也是會發現有機物質 你一直吸 對你的呼吸道也不是很好 那可是台灣 真的就是一個潮溼的環境 那我們像這種呼吸道 容易出問題的 要怎麼樣治保 其實我還是建議就是 你人 第一件事情是 不要很多可以吸濕的地方 這邊丟衣服 這邊丟襪子 對 然後什麼不用的這些 這個什麼抱枕 什麼融融玩具都堆一邊 其實這些都是稀釋的地方 就很難把它除乾 所以第一件事情 把家裡弄乾 就是整齊 然後第二件事情就是 除濕機 人不在的時候 就是你不在那個房間的時候 一天一次 把那個濕度降低 然後再加上空氣清淨機 讓空氣稍微流動 或是電扇稍微空氣流動 我覺得這幾招 可以讓你們家 這些黴菌跟塵滿沒有地方 躲藏 舒爽 對 再來看看 家中濕大大媽媽的困擾大集合 還有哪些呢 第二個來 潮濕環境 不只家室難做 連皮膚也遭遇押 真的 好癢 好癢 偷癢的 對啊 我剛剛說美女是過敏性鼻炎 沒有 皮膚沒有關係 可是像最近前幾天 那個潮濕空氣場 地上是潮的 然後牆壁也是潮的 好可怕 尤其是像是有在煮飯的媽媽都知道 我們平常洗菜洗碗 已經很傷手了 對 但最傷手的是 真的 因為抹布它在台灣潮濕的環境 它就是 對 大家知道抹布是用來擦髒東西的 所以有一陣子 我的手就是只有 淒慘兩個字可以形容 但得了濕疹 然後還 就很困擾 所以我最後 就乾脆把全部的抹布 都拿去洗衣店 送洗跟烘乾 送洗 送洗 你送洗 你送洗 買一桃都沒路過 買一桃都沒路過 可是你不可能 一直買新搭配 為什麼 買新搭配 為什麼是好治癒 可是送洗跟烘乾 你那個 本錢很厚 就是這樣子就是 我覺得真的是 蠻花時間 又浪費錢 可是我的手就是 之後就好了 可是你就是希望 蘑菇每一個都乾乾的 對不對 因為烘完就是乾乾的 然後也不會那種 黴菌什麼的味道 如果真的不乾 你可以用電瓶斗燙 電瓶斗燙 對啊 你幫它燙乾 對啊 如果它不是很 就是你太陽晒不乾 對不對 你就用電瓶斗燙 把它放在廚師機上面掛著 可以啊 甚至現在冬天到了 你有弄葉片似的那個 我還真的有蘑菇燙過耶 對啊 有蘑菇 有蘑菇 對... 然後 你叫先墊一個布在上面 因為你要墊一個布上面 不然你把它上面的那個 它那個綿 把它變成固化這個 那我覺得好像送 好像比較快 好像比較快 不要這樣 我以為是看上 紅醋食店的哪個小猜 本錢最厚 其實這種 潮溼對皮膚的影響 第一個 大概最常就是黴菌 對 那黴菌影響其實在台灣 說實在的 其實我們男生如果 怕黴菌的話 大概 最常 因為我們操練 真的流汗很多 然後衣服都很難堪 我告訴你大概 十個男生 九個大概一定是香港腳 然後怎麼會 只有一起洗 對 而且拿回來還拿到別人的 大概二十雙去 我告訴你 很快就被你的戰友給分掉了 也沒有 所以秀上的名字也沒有 沒有用 然後再過來 剛剛有提到說像我們濕疹 其實一般來說 濕疹這個名詞 不是醫學的專用名詞 當你的皮膚病 變成慢性發炎 變成一段時間之後 反正看起來就這樣濕濕的 好不好 來看醫生 醫生這什麼病 給你一個名詞 可是一般來說 其實很多皮膚病 包括 所以我常說 基本上其實 其實這個時候 其實也很簡單 先戴那個棉布的手套 再戴塑膠手套 還是可以做加飾 所以基本上 其實很多事情 對我們來說 是個困擾 可是 在用聰明的方式 讓媽媽變聰明 可以讓身體 或家庭會更好的 聰明的方式 聰明的方式 可是我覺得台灣 真的也滿慘 因為我們真的 一年 我覺得 對啊 然後到了某個季節 就像你們說的 最近那種反常或幹嘛 衣服是曬不乾 對啊 那你們曬不乾怎麼辦 有些女生有時候 比較那個就覺得不行 不乾就不穿 那女生衣服多 還可以挑 男生有時候就那幾件 你知道嗎 就那幾件 他明明不乾就硬穿 因為他就好穿 後來開始就發現 他那種 然後那種港邊 什麼就開始出現 一片一片的紅紅 然後想說是怎麼回事 後來去看醫生 醫生就說 然後他說因為你可能是 這些黴菌本來就喜歡 潮濕的環境 那你自己身上的 汗已經不乾了 用濕的衣服把它照在外面 讓他全面的享受 這個潮濕的環境 鹹就非常快樂的 在那邊搬起 所以他一大片... 你知道台北 就是寸土寸金 人家說什麼 衣服最好是有曬到陽光 怎麼可能 我們家唯一可以 甚至可以曬衣服的地方 就是後陽台 可是後陽台 也是封起來有窗戶 可是就是 不通風 沒辦法通風 對 然後像我平常一定就是 晒衣服一定會搭配 除濕機 但好死不死 前一陣子 不是下雨嗎 連下一個禮拜的雨 除濕機壞了 我真的好遜 休了一個禮拜 我就覺得 衣服真的怎麼晒 都晒不乾 結果穿了一個禮拜之後 我女兒就說 有一天就跟我說 媽媽我覺得大腿這邊 有點癢癢的 然後我眼看就是 紅紅種種的一片 然後媽媽就很緊張 趕快再去看醫生 然後醫生都說 這應該是濕疹 其實很多人就覺得 摸起來冰冰涼涼的 就是沒有曬乾 其實這跟溫度是相關的 不是這樣來判斷 但是我的確會在外面 曬了幾個小時之後 拿到房間來的確開廚師 讓它更乾燥 那其實現在台北市 如果說妳是廚師機壞掉的話 台北市很多那種 大型的烘乾店 我倒是建議妳去那邊 直接烘乾 對 這樣才是一個 最好的判斷 沒有 先不要再洗毛布 不要的 沒有 那衣服跟那個毛布 那所以我們是烘乾之前 應該拿一些酒精 然後先噴一下你烘乾 你的遇到前一個是洗毛布的 現在的一些烘乾店 它都有一些規定 譬如說寵物的不能進去 然後毛布不能進去 對 對 所以妳可以去找這樣子的 然後妳其實它的溫度 是滿高的 所以也不要太擔心 所以我還是會覺得說 妳很擔心的那種 濕濕涼涼的 那妳真的就去把它烘乾 那如果有除濕機的 像我的確會再收回來 就是攤開再除濕 就是密閉的空間再除濕 像現在很多人家裡 沒辦法放烘乾機 我之前去南寧拍機 知道南寧真的是好可怕 南寧在什麼地方 南寧是在 廣西 廣西 對 對 那邊衣服 對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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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襪子 我曬了五天 還是濕濕的 然後 對 然後五天 基本上襪子 我都已經用完了 我就想到怎麼辦 然後那個時候 就有人 住那邊的人介紹我 妳如果急要用 妳拿那個塑膠袋 黑色塑膠袋 把濕衣服都丟到裡面 然後把它弄起來 再放吹風機這樣子 那就會等於就是用那熱器 一直 就很像烘乾機 了解 不會融掉嗎 對 還是可以的 然後 但我也想就是說 不可能每天一直拿塑膠袋 一直這樣子烘 對 所以他們又教我了一個 就晒衣服的時候 有一個方法 就弄一個拱子 就是弄一個這樣子 讓它中間可以通風 什麼意思 我有照片 對 這樣就是比較通風 然後他們都 中間是比較短的 對 比較襪子的內褲 在褲子的最外面這樣子 然後這樣子可以晒得快 大概半小時 是喔 所以我覺得回台灣 我都這樣子晒 有道理 我教妳弄襪子 怎麼弄 因為我以前也是曾經 就是有一次拍戲的時候 然後襪子是聯繫沒辦法 然後那個忘記寫 我就第二天 然後濕的襪子 我就直接拿起來 然後剛好圓圓的 你就吹東西對 不是 你晒完過來它就乾了 你就可以摻了 那可是如果像譬如說 遇到這種狀況 拱字型的是OK嗎 然後那個塑膠袋 吹風機 其實有時候 我們在晒棉被 如果空污的時候 我的確會用把那個 棉被放在黑色塑膠袋 但是我是中間要 鬆鬆打一個結 讓它濕氣可以 那可以放在前面陽台 或後面陽台 可以晒到太陽的地方 那這樣子的確會讓那個 深度上升 但是你把衣服 放進黑色塑膠袋 這樣吹的時候 其實都會有一個那個 那個塑膠袋 其實我跟大家建議 但是我會建議你 就是用那個乾毛巾 然後把衣服先放在中間 然後你就用在乾毛巾上 壓一壓 那它水分就會吸得比較多 那拱形的曬衣法 其實應該是說 你就是一件衣服 我們可以撐四個腳 中間是空的 其實這樣會乾得很快 我聽不懂意思 就是說我們的一件衣服 我們都會衣架就是掛著 然後它前面後面是貼著 對不對 現在有這種 對 現在有這種 像蜜蜜的衣架 已經不撐開嗎 對 就是四個 就是它有褲子的話 它上面又是圓形的 對 你就等於是撐開的 對 它就知道 它的接觸面積就更大 是因為你褲子那個要很大 沒事... 我一直聊著別的事情 我還有一個問題想要詢問 因為像我們平常皮衣一件 都其實還滿貴 對 然後放在衣櫥裡面 超常超濕 就黑黑一點一點的 對 白白的 那我有時候因為礙於它很貴 我也不好把它丟掉 我就可能把它擦一擦 清一清 我就繼續穿 我想知道這樣繼續穿的話 對皮膚到底會不會有影響 因為其實它已經發霉了對不對 對 其實它已經發霉得很嚴重 而且你擦掉 其實那個發霉的地方 還是很快就打開 還是稍微會有一點點 有的毛巾也會這樣 就是它某個角角就有幾點黑黑的 那可以用一用嗎 那到底不會再用 因為我們穿的衣服它裡面 是有另外一個蹭裏 對 它裡面蹭裏是乾淨的話 原則上還OK 因為你的皮是在外面 只說那個黴菌在皮上面的話 基本上它會讓你的皮革變色 它基本上那個是很難處理的 對 當然有那種專門店 在處理那種皮革變色的話 它是有一些專業的方式 它就是這樣 要把你的黴去掉 要把皮革上色 那是一個關鍵 幫你用水幫它擦掉 其實基本上它黴菌的一些 菌絲體或是 還在喔 對 它還是還在 那基本上其實如果你本身 對黴菌過敏人的話 其實你基本上 你還是會有一些過敏的現象 那如果洗一洗之後 就會OK了 如果是說像毛巾的話 對不對 你去洗的話 它還是會有一些菌絲或包子 會留在裡面 那基本上你要最好是去曬太陽 用紫外線的照射 勉強可以 不然就是你那烘衣的溫度 要真的很高 可是其實黴菌要殺死 真的很難的 剛剛蘇星有提到 那個東西你發霉了 你拿去煮一煮 那基本上 你們一定是你除得掉 再過來如果它真的有毒素 很多毒素是耐熱型的 那地方是不好的 那我們家就是很奇怪 只要不管有沒有穿過的衣服 放進衣櫃裡 一定隔一段時間我打開來 然後有些衣服真的都會有 不只是平衣 我很多大衣都有發霉的那個樣子 所以後來我們就是 大量訂購那種廚師包 然後就是丟很多包 再掛的放進去 就放很多一盒一包的都有 然後每個月都會定期去換 那像是 不是買一些甜點啊 禮盒餅乾 都會有那種乾燥包嗎 對啊 就想說那個其實可以重複利用 滿環保的 那它剛好很小 我就會丟到我們的鞋子裡面 滿正面的 因為鞋櫃裡面都很暗啊 也曬不到太陽 所以就這樣子出食 很聰明 對 因為我婚前 我娘家住景美 會靠我家到木柵 也算靜 對 很靜很靜 就是一個從前山 下到後山的感覺 滿好的 所以就一直太脫離不了 潮濕這件事情 然後所以後 像剛剛講的 衣櫃鞋櫃 很容易發霉 對 就是會臭臭的 然後那時候我媽就有教我一招 她就是 這是什麼 就是你家裡面 就是譬如說我們買那個 吃禮盒有沒有 不是會有那個斷袋嗎 你就這樣子繩子這樣放上去 然後把它做一個一個 然後你就放那個舊報紙 對 滿漂亮的 然後它這個舊報紙 因為它舊報紙 它本身就有稀濕的功能 現在滿漂亮的 就買報紙 對 我都我路上看了 你就買報紙就好啦 那個便利商店還是有報紙 而且我跟你講 樓下那個 譬如說你附近早餐店 早餐店都一定會訂報紙 對 就跟他要一份就好了 對 對啊 然後你就可以這樣直接這樣 這樣一滾 怎麼會覺得很窮斷 然後就放在一個 衣紙這樣衣櫃放在一起 其實它弄得還滿漂亮的 對啊 其實就是 旁邊不能放白色衣服 對 會沾倒 會沾倒 就是很麻煩嗎 然後大概就是一個月或者 看潮濕程度換一下 它就是到最後會變 有點軟軟的 你說報紙會軟軟的 會軟軟 它真的會稀濕 而且這個一根一根的 鞋櫃也很好用 我這邊有一張照片 就是 你鞋子跟鞋子中間 就覺得 你可以先鋪一個舊報紙上去 然後再在鞋子跟鞋子中間 插這個廚室 而且那個上面的這個油膏 因為不是會有那個味道嗎 張老師不喜歡 是喔 這個好重要喔 對 因為張老師好可怕喔 張老師 我帶老人家的智慧喔 我昨天有一次把鞋子拿出來 穿進去之後發現 鞋子 脆脆的 這樣喔 好帥瘋喔 你看他 剛剛我不是有鋪一個鞋 那個鋪一個報紙 鞋子放進去 其實鞋底會有層那些 到時候你要整理的時候 你就是鞋子拿出來 你報紙拉出來就好了 因為那個紗就在報紙上面 對不對 很方便喔 這個是好方法喔 而且又不用錢 這感覺還不錯 還滿聰明的啦 是 廚師有很多很容易的商品 比如說大的就是家裡的廚師機 是 小的呢 有那個現成的乾燥包 其實也不貴 如果你覺得乾燥包不環保 還有一種是可以重複使用的 就是你讓它吸了 它變顏色再去插電 它就會那個都可以很好 那為什麼我剛才講說幾個東西 為什麼不要省 第一個 你剛剛講說 比如說很簡單 我們就把那個餅乾盒 或什麼盒裡面的乾燥劑出來 事實上那些乾燥劑 它有時候 它就開始稀濕了 所以呢 等它吸到滿 到你的那個鞋櫃的時候 它其實 如果它 它對於撐住那個水分的能力 不夠好的時候 它是隨時的水分來源 你懂嗎 就是說如果你的這個措施 不能把水分拖掉 並且離開你的房間 它只是暫時的 從空氣到它 後來等稍微空氣好一點 它又從它到空氣 所以它好像會變成一個水分源 至於報紙這件事情 它也是同樣的道理 因為你說它會軟掉 它也是吸著空氣中的這些濕氣 可是那些濕氣 它並沒有能力 一直存在它這裡面 就是如果外面相對濕度 人家反而天氣好的時候 它又趁機把水弄出來 除非你每天吸了就丟掉 吸了就丟掉 你不會讓它變成一個 移動式的水分來源 否則你放什麼 你說放 你說因為姐姐們放一個月 一個月就是會來來去去的 一堆水 所以我覺得沒有那麼理想 像我們家就是衣櫥是緊鱗浴室 所以很容易濕 放什麼濕什麼 然後結果後來我就去查到一個方式 就是拿這個 拿一個小盒子 裡面放洗衣粉 洗衣粉放在裡面 然後拿這個紙巾把它蓋上去 之後再用這個橡皮筋把它綁起來 對 這個我們家的這個小小的 除濕機就完成了 這個它放在衣櫃裡面 如果它吸附到的水氣 那個洗衣精 它會變成一點點結起來 結塊的樣子 然後結塊之後 你就可以把這整盒 拿去洗衣服 然後再放新的進去 又是一個新的除濕機 我的東西呢 比安婭更加天然 太好了 對 像其實原理有點像 但是我用的是 對 而且像洗衣精有香香的味道嗎 我也有 因為我自己加了檸檬精油 對 一樣就是很簡單 就是這樣蓋上去 妳這個跟我一模一樣啊 我比較像我們天然的香味 對 然後另外一個呢 就是大家中秋節都有烤肉嘛 剩下的木炭也不要浪費 就木炭呢 就包在你不要穿的絲襪裡面 一樣就可以放在鞋櫃 然後讓它稀濕 然後如果你可以放一陣子 你就會覺得摸起來潮潮的 你就再拿去曬太陽 又可以乖 把它曬太陽 還可以了 你們點頭是禮貌 還是他們真的不錯 就點誰 其實我覺得 我們要先避免它潮濕 就是你平常在開冷氣 或除濕機的時候 真的是把櫃子打開 然後呢 再來像我們家的鞋子 如果今天穿著鞋子回來 不會馬上放到鞋櫃去 我們現在不是都有一些 很簡單的那個烤鞋的嗎 所以把鞋子烤乾了 然後再放到鞋櫃去 那我大概不會用 什麼小豬打跟洗衣粉 因為你還要去觀察 它結塊與否 很麻煩 現在其實在化工都有一些那種 很像那個水玻璃那樣的東西 那譬如說它是藍色 然後你放在裡面 如果變潮的 變成粉紅色 那你就可以把它拿去 再曬太陽 那也是一種重複 而且我大概 因為這樣子如果萬一掉下來 很麻煩 那我就會用舊襪子 把它綁在裡面 那大概就是塞幾個 那如果有變色的時候 你就把它拿去曬一下 曬一下可以重複使用 它是不斷地重複使用 那如果你覺得很麻煩 你用那個烤箱烤一下 或者是用那個微波爐 轉一下都OK 很方便 其實我覺得 大家都要解決的是廚師 但是其實我最怕的就是 就是黎菌 所謂的你們就是東西都會發霉 對 其實我發現有一個好東西 其實這個我知道這個東西 它是一個噴霧 然後我知道這是因為我乾媽 她是住日本 它是一個很厲害的藥劑 就是它只要噴 我大概簡單噴 噴在哪裡啊 好有趣喔 就在這邊好了 它其實它有一個單單的 那有一點香耶 香味 很清晰耶 因為這個藥劑是它一噴了之後 它會就是噴乾之後 會灼在那個地方之後 它會發出一個訊息 就是說 這是不好的一張 沒去什麼 它會說 它會說 沒去你變了嗎 太危險了 然後每次就好走 我也不知道 這是我自己覺得是 好爽 好爽 然後呢 我會怎麼弄 就比較貴的包包 不做一個包住 我會把那個包包 就噴在那個布上面 包包放到裡面 比較不容易發霉 好皮 有點隔離的意思嗎 然後它基本上像 我換床單也是我會噴 然後我覺得這個我滿喜歡 一般來說 要殺黴菌的話 基本上其實是有一定的難度 你要說一些化學藥劑 或許可能 那基本上它如果用有效 其實我知道家裡 其實最多黴菌的地方是什麼 浴室 浴室那些要除那些黴菌 它用的那些化學藥劑多強 對 強到說你用完之後 還要開抽風機 之後兩三個小 那你可能這樣噴一噴 黴菌就不來嗎 對 我是不是說 或許它的疼痛我莫名不清楚 但我覺得其實你這樣噴在空氣 其實人吸到 對我們本體來說 其實基本上還是有些影響的 但其實說已經到了 那個黴的地步的話 其實基本上你用這個方式 對 你知道黴菌聲很國際化 你這是個講日文的 很國際化 對 太甜蜜了 對 我們家很混擾的就是地板 就是地板很容易都會濕濕的 尤其冬天超痛苦的 於是我也去搜尋 我爬溫了一下 就看到用 然後也可以讓就是 拖地的時候更快乾 然後就可以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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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用溫水以後 就加點鹽這樣子 網路上在傳播這個訊息的 這些人們是這樣講的 賣鹽人 溫鹽水有兩個作用 他說第一個因為是熱的 那你知道 但畢竟熱水還是不是酒精 它不會迅速揮發 所以會快一點點 但是有沒有一點點到 你感覺得到 那第二件事他說 它還有一個好處是說 這就妙了 他說因為這個鹽裡面 還含有什麼 綠化鈣跟綠化鎂 我就想他真的想太多了 因為你家的食鹽是金鹽 金鹽裡面它只有叫做 綠花鈣 所以要派海鹽嗎 你派海鹽 它就說有綠化鈣跟綠化鎂 也只有那麼咪咪咪咪咪 他們就說 綠化鈣跟綠化鎂會吸濕 那咪咪咪咪咪咪咪 可以幫你們家吃 尤其你也不可能 一整包鹽弄裡面 它也只有咪咪咪咪 它到底能吸多少濕呢 所以感覺上就是一種 心理上的效益 就覺得說 熱熱的脫 脆脆的好 很不錯耶 那但是像譬如說家裡的地方 我覺得最濕的還是浴室 就像剛剛說 醫師我放在浴室旁邊 對 很可怕 但浴室啊 常常就是今天洗完澡 明天進去還是濕的 有沒有什麼方法 讓它快速乾 其實浴室就是 溫度濕度高的話 你就會很容易長霉嘛 那你就是每一次用完之後 真的就是要勤勞 像我家的浴室 就沒有煤斑 為什麼呢 因為我每次用完浴室之後 我一定用冷水去沖牆壁 為什麼要冷水 因為這樣它的溫度下降 那你溫度下降之後就不會 然後再來呢 然後因為我家有開沖風機 那我們家是浴室裡面 不要放任何可以放水的地方 像我們家的毛巾用完 就是馬上丟到洗衣欄去 那就像飯店一樣啦 不會說掛絲毛巾掛在浴室裡面 那你沒有這個濕的東西在裡面 那其實就不大容易長霉 所以老師你是每一天起那個 毛巾嗎 對 我們毛巾用完就放到洗衣欄 然後就放在外面 然後浴室裡面沒有這些 多餘的東西 那還有就是其實浴室裡面 最容易就是有積水的 就是你那些平平罐罐的東西 的下面還有那個垃圾桶 所以你這些東西 最好是能夠掛起來的 下面就不會有積水的這些 所以就比較不會有這樣的問題 也對 有時候放地上 你酒沒用的時候 對 你有時候在轉上面的蓋子 蓋子轉開 你發現那個圓圓的也是黑黑的 對 所以就是盡量讓它再掛起來 高一點的地方 然後像我以前家裡沒有在那個 浴室裡面沒有裝那個 抽風機的時候 沒有裝那個除濕的抽風機的時候 我就大概一個禮拜 會把那個除濕機放到裡面去 然後馬桶蓋起來 就插著 讓它除濕個一兩次 這樣子就很乾燥 厲害啦 那想讓家裡不潮濕 平常有哪些養成好的生活習慣呢 第一個 記得有大太陽的時候 全部讓它通風 然後可以的話再配合一些 電風扇或是循環扇 然後能夠吹到每個角落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其實浴室一定要有抽風機 但記得你的抽風機 要有把濕氣抽出去喔 很多舊室的公寓 它是抽不出去的 再過來有一些大樓它的設計不良 有可能你抽出去的 還是悶在那個管道間裡面 對 真的有可能那還是沒有用的 所以你要知道 你那個健康的住宅 還包括有健康的社區 再過來上這些廚師的東西 包括廚師機啊 廚師小品的話 其實多用這些話 今天聊了很多廚師的方法 也希望這些方法可以幫助大家 就是 沒去...不要啦 謝謝大家分享 謝謝 記得幫幫忙 在等下 說不通大家拜拜 廚師小朋友很喜歡 挑戰大人的極限 比方說之前餓飽 我跟他講說 手不可以放到櫃子裡 因為這樣會夾夾 你就看到他用很慢的速度 放到櫃子 用很慢的速度 把另外一隻手 把櫃子這樣弄起來 我就 可是我才發現 他們喜歡挑戰大人的極限 好像有一些訊息號 要告訴我們的 其實像這種兩歲的小孩 他沒有刻意要挑戰你的意思 他只是在建立自己的這個 自我的人格 因為在...大家都知道 Terrible 醜量 所以這個時候 他知道說 說不要啊 說不可以 或者是他想要啊 他覺得什麼事情可以的時候 他就想要宣誓自己的主權 在事情不是太嚴重 你就讓他去探索 那有幾件比較嚴重的事情 那才跟他說這個不能做這樣 那第二個 如果你的孩子年紀比較大了 那他可能只是想要引起你注意 譬如說你就是一直都不理他 他每天回家想跟你講 發生什麼事情 他都不理他 後來呢你就問他說 那你要不要吃 那個晚餐 要不要吃 你要不要吃 不要 什麼都不要 他其實只是要引起你注意 有點像是說 你剛剛都不理我 那我現在也不理你這樣子 但是如果再更大的小孩 我會發現 尤其那種六七歲以後啊 他其實是真的在挑戰你 他長期覺得說 我必須要表現好 你才會愛我 所以我現在就要測試你的底線 到底我要挖多深 你才會忠於棄甲投降 願意無條件的包容跟接納我 其實這個是比較危險的 所以如果你的孩子 你到八歲 九歲 都已經這個意志力很成熟了 而且他的外面都不會這樣 就只有針對你 他就是三不五直 就要踩你底線的時候 你要警覺說 是我的孩子 可能開始有點沒有安全感 沒有自信心 人家都說你要處罰得更兇 不是我們是要更去接納他 跟包容他 你可以告訴他 我不喜歡你這樣做 但是在別的事情上 你就要給他更多的愛 那至於剛剛講那種 三四歲的 那就是他就是要找你 引起你注意 那你就注意他一下 那更小的小孩 就是抓大放小的 那種大事情 我們在說這個不可以 小事情就算了 就讓他探索 了解